美国联准会理事报曼刘日暗示 9月可能再升息三马 并认为费的因考虑在未来多次会议都升息三马 直到通膨明显下降 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在股东联会上宣布 将实现每年销售2000万辆汽车的目标 并扩建10至12间厂房 另外马斯克旗下另一个金基姆 太空探索企业SpaceX7月完成新一轮私募融资 集资2.5亿美元 连同这轮融资年内SpaceX 通过发售股份累计集资20亿美元 立陶宛交通及通信部政务次长爱格聂率团来台访问 8日拜会交通部 交通部表示立方这次拜会目的 是要为立陶宛港口寻求合作机会 推动台湾与立陶宛电动车合作等 长荣航空遭冒用双标架设官网 网页并以简体为题 以LINE E-mail 极简讯等方式散播诈骗连结 并用问质方式企图骗取民众个资 长荣航空澄清为遭骇客入侵 对此诈骗行为也将报警处理 星陶人亚太监视整理报道